台北市有一家公關公司日前舉辦了一場減肥比賽 冠軍可以讀得半個月份年終獎金 這些豐厚的獎勵不僅激發了大家的減肥士氣 也讓許多參賽者寄出自己的獨門減肥絕招 那麼在這麼多的減肥百態當中 應該也有很像你的參賽者吧 所以就讓我們跟著醫師一起來盤點 適合這些上班族的減肥方式 進年來大家喜歡的減肥方式 其實有三大派系 這個三大派系一種就是 飲食控制 吃水果 把我的零食戒掉 就是我都會跟同事一起 健康的餐 然後我瘋狂的喝水 每天大概喝4000 第二派系就是運動 就是要重量訓練 我一直會去兩到三次的健身房 然後每次會運動 平日大概兩小時 我平常就是會去爬山健身 大概一個禮拜 會去打個雨球或是籃球 那第三個派系就是意志力 你就是佛系的減肥吧 我其實沒有什麼減肥 我有時候比較沒有吃東西 有聚餐的話就都還是會吃 佛系減肥吧 不看不聽不聞不吃 誰知道了 自然就會瘦下來啦 因為第一種的所謂叫做飲食控制 一種生酮飲食就是多次蛋白質的派系 那臨床上看起來呢 的確可以得到一個快速減重的效果 但是會有一些些副作用 我會建議大家詳細的去查一些資料之後 再去執行這個事情 運動呢就是比如說你要跑步 或是做一些有氧運動 我們的 入跟出 入就是吃東西 出就是運動 出大於入的話 那體重就會慢慢的下降 最後一個呢就是所謂佛系減肥吧 那意志力這件事情呢 這非常困難 因為發現大家都沒有什麼意志力 因為佛系減肥吧 它是要控制自己的心靈 去做這些往體重減輕的方向去做 我點飲料的時候 它變成一分糖或兩分糖 偏偏呢人是有惰性的 又喜歡吃甜的 又不喜歡動 佛系減肥吧的這個效果 看起來會比較差一點 其實體重減少 是減肥最重要的一個依據 那我們以前都在算BMI 體重去垂減身高的平方 那希望它越低越好 18到24是一個正常的範圍 如果是低於18 那就請你不要再減肥 體重肌上面附有 體脂檢測的這個功能 越來越普遍 那它可以當成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體脂這件事情 必須要長期看一個變化 就是體脂下降的那個量會比較精準 好我想像所有的運動的課程 對於減重一定有幫助 這一個運動的課程 可能要根據專業的教練 或是你的老師去協調 看我們的肌肉還有力量可不可以承受 那不要運動過度 在運動之後呢 不要因為要慰勞自己 又開始大吃大喝 那這樣就等到一個反效果 其實抽脂呢老實說是不能夠把它當成減肥的工具 比較適合的抽脂的對象 BMI27到29之間的人 抽脂的效果呢 對於身材的雕塑 還有皮膚的緊實呢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如果很不幸 我們的體重是BMI大於29或是30以上的 必須要先把體重下降到這個程度 這個程度之後再來做抽脂 可能線條的雕塑 還有皮的緊實才會看到成果 再次提醒就是 抽脂呢 可以用來雕塑線條 那可以敏化曲線 但是不能夠拿來當成減肥的工具 最近在兩年比較流行的肌動節脂 它的確是有肌肉收縮的作用 那肌肉收縮之後會造成 肌肉會強壯 因為在肌肉收縮的同時 會消耗一些熱量 在血理上面是 符合躺著瘦的 我們臨床看起來 用肌動減脂 變成瘦脂 我想這難度非常高 你的課程可能要做很多很多次 那花的時間可能非常非常的長 會建議呢 還是你這個 BMI低一點點 皮脂低一點點去做 比較容易看到成果 你的脂下脂肪比較薄一點點 那肌肉變大的時候 那個線條會比較好看 減重是全民的運動 那其實重點 很不好意思 就是少吃多動 並沒有減進 還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看到自己就是變瘦 也還是蠻開心的 就是每天洗澡前照鏡子 就還是會覺得 自己瘦下來蠻好看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